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机关算金的他 能否华丽退避 迷途之 美人计计即将为您讲述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迷途 我是康健 这俗话说得好 人心不足 它只舌吞象 说的就是人这个欲望和贪念往往是很难控制的 以至于很多人都会迷失了自我的方向 就在这不久前 警方就查封了一家 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老板却是一个工作仅仅两年多的年轻女子 灵敏 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 究竟是年纪轻轻的她 到底怎么样完成了惊人的蜕变 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就变成了一个身价上百万的富井 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她一无所有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华丽转身背后的故事 23岁的李敏 从某大学毕业之后 应聘到了一家民营贸易公司 做客户代表 李敏聪明能干 很快就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业务骨干 每个月的收入都有三四千元 这样的收入水平 爱说生活应该很宽裕了 可是李敏崇尚享乐 她把公子都花在了买名牌做美容之上 以至于每到月末都要四处找人借钱 你在干嘛呢 跟我老公在海门玩呢 啥事啊 哇 真浪漫呀你 你老公可对你真好 少废话 说吧 可是没钱了 还是娟子你了解我呀 怎么样 先借我一千块实时 发工资还你 行了行了 我就是一千块钱嘛 明天我远回去 还要跟你说 你天天拼死拼活的 你还不 赶紧找团结架 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也不用你那么天天的意思 嘿嘿 行我先挂了啊 好 拜拜 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小姐妹 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 就被李敏记在了心里 被她设为改变命运的金玉亮眼 以猖然的机会 李敏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摩外籍白领的男人 陈涛 陈涛高大帅气 风度偏偏 更重要的是 对李敏出手很扩重 这让李敏很快就对陈涛产生了好感 于是没过多久 李敏就火速和陈涛 确立了恋爱关系 并开始了统居生活 陈涛当时说他自己是一个外戚白领 我觉得他挺好的 而且他追我那会儿吧 经常带我去吃好吃的 还买好东西给我 我当时还真的以为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谁知道他都是装的 他不但没有钱 还是我养他 别收了 有跟你那些胡闷狗友打开呢 谁要玩得一样 你怎么才回来啊 堵车 堵都不行了 累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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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吗 啊 舒服 那你舒服了 是不是应该有点儿 有点奖励 你李敏下来什么奖励啊 不短 就不玩了 你怎么没吃的烤鱼 你不是说不值得 我每个月准那几百块钱 那跟朋友吃点盘 喝点烟就花每天了 没有 我也没有 老婆 明天我有一个哥们儿 明天要回老家 那我都得请人家吃个饭吧 对吧 最后一天 原来啊 这个程涛呢 并不是什么外企的白脸 而是一家小公司的普通业务员 这对于一心想要嫁个有钱人的林敏 那可是不小的一个打击 而且啊 更让林敏难以接受的是 这个程涛的不思进取 好意勿劳 每个月呢 这个程涛都把自己的工资 花得是一干二净 再像刚才那样 嬉皮笑脸的找林敏要钱 这让林敏呢是相当的郁闷 他觉得呀 自己跟这个程涛再这么过下去呢 简直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于是呢 林敏是痛下决心 向程涛提出了一个要求 陈导 和你说个事 说过来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咱俩分手吧 分手 怎么不合适啊 凭什么分手啊 我觉得挺好的 不能分手 想勉强下去 也不过是耽误彼此的时间 林敏 我知道你想要求 想要没本事 我还就跟你说了 我这人就没本事 赖命一条 我跟你说清楚啊 以后你他妈再跟老子 提分手的事 小心老子给你同归赢计 听见了呗 程涛的话 让林敏着实吓了一大跳 看着想要分手 那是不可能了 但是呢 和这么一个 没钱没事的男人 待在一块儿 这林敏呢 心里头又不甘心 怎么办呢 他就觉得呀 就凭自己和程涛的工资 想买套房子 即使是不吃不喝 也得攒上他十多年 那自己得到啥时候 才能过上 所谓的这好日子呢 这让林敏是越想越失望 最后呀 他竟然想出了 这么一个所谓的妙计 为了能过上心目中的 有钱人的生活 林敏决定豁出去 先找个有钱人 给他当情人 然后再找机会 甩掉成套 从此 林敏开始暗中 寻找起目标起来 不久 公司老板令海坤 进入了林敏的视线 林敏 细心的林敏发现 老板经常会浏览一些 黄色的网站 一个资产雄厚的大老板 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东西呢 难道说是他的婚姻生活 不美满 想找点刺激 原来啊 这个令海坤的老婆 董小林呢 今年35岁 原本呢是母中学的老师 随着这个令海坤生意 是越做越大 这个董小林呢 干脆也就辞去了工作 在家过起了悠闲的 全职太太这样的生活 俩人结婚已经十年多了 原有的这个激情呢 也被平淡的生活 消磨的是所剩无几 夫妻生活也变得是 索然无味了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令海坤呢 才有了这个上黄色网站的 这么一个爱好 在掌握了老板这些信息之后 林敏便开始了他的美人心 他经常跑到令海坤的办公室 汇报工作 还经常主动加班 这样一来 令海坤对林敏的好感 增加了不少 从令海坤日益火热的眼神中 林敏日的感觉到 机会就要来了 兄弟 爸 上个休息啊 还在这个家的班都会干 工作多吗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莫非考虑 谢谢 这个不过就是你给我的奖励吧 还有没有点别的 那你想要的 哎呦 你还不知道我想要的是奖励吧 哎呦 叔叔 都跟你 都跟你 从此啊 这林敏呢 就成了这个令海坤的地下情人了 为了方便这俩人约会呢 这令海坤呢 就带着林敏啊 到这个酒店去缠绵 这个一有机会呢 令海坤两个人还经常开房 这个时候您想呀 一个年轻漂亮 身材苗条的林敏 这就更加让这个令海坤 得到了极大极大的满足 当然了 令海坤呢 也给林敏买了不少的这个名牌的衣服 还有各种首饰 照说呀 这林敏的美人计 已经是相当成功了 可实际上呢 林敏想要的可不止这些 一个恶毒的计划 正在他的脑海当中逐渐声称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男人偷信 其实女人也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想 只要令海坤的老婆出轨 他们人肯定就得离婚了 那我肯定就能当上林太太 我当时就这么想 打定主意之后 林敏开始物色合适的帅哥 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自己的男友 程涛身上 程涛身杂魁梧 外表俊朗 是再合适不过的人血 而且两人联手 还立于保密 一天晚上 林敏向程涛吐露了自己的计划 亲爱的 可不可以有个机会 能发财子 订阅了吗 你要讲个具体一点 这是我老板林海坤 他超有钱吗 我是这么想的 你去勾引他老婆出轨 我呢负责让他跟他老婆离婚 然后我们俩如外国 差差一笔钱 到时候咱们俩 拿个一两百万的原酒包费 去外地买单结婚去呗 这不行 你想那哪能 人家有那么容易 商量受险是吧 你再弄我 我把你给砸进去 那我不随着夫人又得冰了 这个 这个 你真的拿来的 哎呀 想想啊 我一开始看的是不同的呢 我记得这个就像一个电影啊 觉得林明太踏彩了 但是后来还是真不知 真正的诱惑 还有林明的缺述 最后还是答应他了 程涛虽然觉得 林明所谓的这个计划呀 有点像天方夜谭 不切实际 但是两万块钱的现金 就摆在他的面前 这又不由得他不动心了 自己工作了三年 都没攒下那么多的钱 而林明呢 轻轻松松就从老板手里头搞到 这个时候 程涛已经顾不上计较什么 女友是不是这个红杏出墙这种事了 而是深深的被林明的这个敛财计划 彻底的给吸引住了 又经过林明的一番劝说呀 这个程涛就决定铤而走险 以自己为诱饵 去勾引这个令海坤的老婆 冬孝林 帅气美男寂寞少妇 松了风 勒索醒哥他 一场蓄谋已久的偶遇 一个用心险恶的布局 我都喜欢像冬姐这样 有温柔又有经历 这个月我的生日 我想去海南 他们能否逃脱欲望的漩涡 我具体来的离婚 《迷途之》 《美人集中集》正在讲述 成功拉拢了男友之后 李敏开始着手准备十身美男计 一次优惠之后 李敏趁李海坤熟睡之际 翻开了他的手机 找到了冬孝林的手机号 在后来的日子里 又总是有意义地 向李海坤打听冬孝林的情况 逐渐掌握了冬孝林的生活规律 并记下了冬孝林的车牌号 即长成一家美容院的名字 这天根据李敏提供的情报 成涛精心装扮之后 出现在了美容院门口 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阴谋 逐渐拉开了帷幕 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我帮你 这儿 车太坏了 行 我帮你 我以前学过修车 是吗 那太好了 谢谢你了咯 没事 你有千金顶吗 有 在后面向里呢 行 好 就这样 成涛缓名蒋正轩 和冬孝林 正式认识了 而且成涛 还给冬孝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按照李敏的指示 成涛不紧不慢地 和冬孝林交往着 每隔几天 就给冬孝林打电话聊聊天 还常约冬孝林出来 喝茶 打台 几个月后 成涛就和冬孝林混双了 而冬孝林也渐渐消除了 有钱人光有的戒备心理 把成涛当成了好朋友 他哪里知道 其实一张欲望编织的罪恶之网 正在等待着他 看你的又帅气 出作又好 那怎么不交给女朋友呢 我以前也谈了 谈了几个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她们姐 不讲的那种事 还没问题 我更喜欢像董姐这样 有温柔 又有经历的人 你真会开玩笑 我又人脑中暴了 你要找 在这边也得找个女朋友 她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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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几个月的铺垫和酝酿 成涛终于是捅破了 两个人之间的这层窗户枕 从此以后 成涛就开始热烈而又大胆地 追求起这个冬孝林了 而这个冬孝林呢 因为丈夫长期忙于生意 而备受冷落 成涛的猛烈功势 让她似乎又找到了 做少女时候的那种朦胧的情怀 于是她对成涛是既不拒绝 也没有答应 就在这俩人感情发展的 微妙和暧昧的时候 林敏觉得这时候 该替她们天把火了 让这个暧昧呢 让她彻底变成现实 随时都在了解 成涛两人最新进展的林敏 认为实际已经成熟 要助成涛一地之力 于是向利亚昆遮流着天 孙哥 你看 你答应我要带我出去玩的 你是不是想赖账呀 我哪里赖账 这点是游嘛 我哪里有时间啊 人家只是想去旅游 你们出去玩一下 怎么了 公司一大贪子 哎呀不管 这个月我的生日 我想去海南 你叫小李登票啊 明明 我不管 好好好 她当时还真的 带我去了趟海南 我们玩了一个多星期吧 然后在这期间 我就有意无意地 故意提她老婆出轨的事 我就是想看看她的反应 哎 明明你快去 哎呀 还可以这个天气 哎 哎 对了 听说现在的富博 都喜欢长小美脸啊 嗯 嗯 嗯 不哭呢 如果她咱 敢去找小美脸 跟不担有毛色 我去再来个离婚 哎呀 别一问啊 要了令海昆的保证 迷你仿佛吃了个定心 她一面和令海昆 友善玩手 一面催促成桃 夹紧行动 早日让董小林出轨 这边 李敏和令海昆 刚外出度假 成桃 就开始晚上 频频约董小林 出来玩 终于 两人在一家酒吧包房里 发生了关系 激情过后 董小林陷入了沉睡 成桃拿出准备好的相机 拍下大量的照片 当时我那个事情搞定的 我第二天就 李敏打电话给令海昆了 她当时在海南 她和我赶紧话号 她和我在 董小林面前消失 她和我活得去 各个人送了封 勒索性格她 收到照片 董小林忐忑不安 她甚至 这些照片 如果让丈夫看见 自己将会被扫地出门 就在董小林 纠结于干干支 十万元的勒索飞时 令海昆和李敏 从海南度假回来了 令海昆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这样的 竟然是这样的 我睡 你在看看呢 你说我在看看 你看看这照片上的 可是你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看 赚钱 你在外面跟我戴鹿毛子 这不是糟糕 离婚我还没离婚 这令海昆啊 一回到家 就碰上了这么一档子事 这任谁谁都难以接受 当他听妻子 把所有的事情 说了一遍之后啊 更是暴跳如雷 把家里东西摔了个稀巴烂 当即就提出要离婚 任凭那个董小林 是如何的哀求 她都是置之不理 更是一怒之下 离家出走 她步步为影 苦心谋慌 她连遭背叛 一冷心灰 你把钱全部带走了 我怎么办啊 这场精心设计的奇迹 谁是赢家 她最终是否如愿以偿 说不出来了吧 而她又将怎样面对残酷的真相 请继续收看 迷途之 美人计中计 离家后的令海坤搬进了另一套房子 开始和董小林分居 一向骄傲自信的她 被妻子的背叛打垮了 极度空虚无助的她 把林敏当成了倾诉的对象 把自己的苦恼 一一说给林敏听 几个月的反复欠赏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欠赏 令海坤和董小林 签署了离婚协议書 令海坤离婚之后 林敏加快了自己 实施计划的部分 这里有五万块钱 同时马上是一个生意 林海空和董小林已经给你了 董小林 你先拿点钱去外地夺夺 那 那你打 只要他们找不到你 这个事情真相永远 他们都不会知道 我一旦得到林海空的信任 我就会拿大笔钱来找你 同时我能立马地跟机结婚 会有钱人的事 长达离开之后 李米心中的大事终于落地了 他常常的舒了口气 马上又开始了策划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他要的是成为李海昆合法妻子 时间都过去了 你别再难过了 公司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您处理的 你这个时候可不能倒下呀 小明 这就真的很感谢你陪着我 如果明白的你陪着我 谢谢啊 咱们俩还提什么谢呀 我觉得这样 要不我搬过来吧 也方便赵明 以后 自从李米搬进了李海昆的家之后 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而李海昆经历了这么一场人生大病之后 人以下的苍老虚度 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静静的呆着 李明找他说话他也不理 李明为了获得李海昆的信任 任劳任悦的帮他打理公司 在生活上也对李海昆照顾周朝 然而李海昆又一次 因为陪客户喝酒过度 而住进了医院 就在医院的病床之上 发生了令李明寻习有医怪的 自从李海昆 你今天就在一起 现在你爹精神那么的 可你对公司理不从心 坤哥 好好休息 公司的事你别想了 我怎么要想到 你来管理公司 我给你当公安 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我 只要我能帮你做点事 我觉得就心满意足了 您还别说 这令海昆还真是说到做到 在这个公司年底职工宴会上的时候 当众就宣布 自己将退出公司的经营 由林敏出任公司总经理 还有法人代表 几天之后 还去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将公司过户到了林敏的名下 就这样 林敏从一个小白脸摇身一变 变成了资产过百万的女老板 过程了他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 林敏接受公司之后 工作的非常满意 在他的经验下 公司也一天天壮大了起来 林海昆准备和一家加拿大企业 合作开发一个新产品 于流动资金部署 林海昆决定向银行贷款五百万元 激进博战之后 林海昆终于争取到了这笔代表 还陪着林敏以公司的名字 签下了代表的协议 不久 林海昆带着五百万元的代表 和部分流动自己 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好办 我下午有事 要的客户 我就不送你去机场了 慢死 我叫司机送 那行 你帮我事早点回来 我跟他们别人 羊探托得整个十多年 回来 我们去撤回婚礼 好 等你回来 那你留下小心 到了有两天 好的 事情到了这儿 林敏的发财计划 似乎是已经成功了 他不但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 还马上要成为 这个令海昆的合法妻子 他所想要的一切 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 可是就在林敏愁畜满志 欢天喜地 准备成为新娘子的时候 事情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说好只离开十几天的令海昆 却过了一个多月 还没有回来 林敏开始有些着急了 每次给令海昆打电话 对方都说很快就回来 直到有一天 加拿大那边传来了这样的消息 孔子 怎么样 去那边办事办得很好吧 准备回来了吗 嗯 我不回来了 我准备用单单的钱 在加拿大这边养老 好答案不定 跟你说一声 为什么呀 你把钱全部带走了 我怎么办呀 你几个骗子 骗你 妹妹 说到骗子 你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吧 我 我 说不出来了吧 你先勾引我 让我叫人勾引我老婆 勾到我气力之上 但你有我我就那么笨 我认不得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早就开始怀疑 你那个男朋友陈涛 也就是江振轩 我花十万块钱 什么还疼 他把眼睛睁起来告诉我 我为什么没有解传你 其实就是想跟你一个萧萧的警告 害人害己 你好自为之吧 原来令海关收到照片之后 便发觉事情巧合的有些蹊跷 于是暗暗调查起 妻子出轨一事 最终找到了画面江振轩的程涛 并通过程涛 知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为了报复黎明 预示 他假装投放 让林一步步地 走入了自己身体群 我也不知道 怎么今天就成这样 全怪自己 活该 平静如水的生活 是谁 挑起了五指的纷争 波兰不惊的尝试 是谁 留下了 最悦的印记 在节目播出之前呢 记者了解到 林敏的这个公司 已经被查封了 警方呢 正在对此案进行 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 林敏没有想到 自己是聪明 反备聪明物 精心设计来这么一个圈套 不仅害了别人 更是害了自己 看来这人呀 千万不能被贪婪 蒙住了自己的双眼 迷失在自己的欲望当中 更不能像林敏一样 企图用美色来获得成功 而应该是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的勤劳致富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康健 下期更精彩